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歡迎來到本次的遊戲雜談 那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原本已經宣告不治的希望M 又又又又轉身成希望M變戀不忘 復活啦 如果你不說 我還以為你是什麼RO 或者魔力寶貝派來的 那先看看官方說的啥吧 以下我可能沒尬黑啊 都是來自官方8月17號的貼文 那為了方便影片製作 我會適當的論稿 但不會故意去偏離羽翼 或者各位也可以自己暫停來看 由於遊戲體驗不佳 開發團隊本來想靠更新改善 但因為跟先前遊戲的底層架構不同 我把透過單純改版來更新 所以逼不得已關閉伺服器 這邊我不太理解的是 這個先前遊戲的意思 我記得當時希望M到陣亡前 也沒什麼巨大的版本更新吧 不就是同一個模組應運到官服嗎 那除非就是中間還有另外一個版本 而且你更新當前遊戲 跟先前遊戲 這個底層架構不同 也沒有什麼關係啊 難不成你是拿什麼老版本隨便改一改 就叫台灣人吃下去了 突然發現沒人會改 還是那群人都全員離職了 邏輯上是完全說不通啊 另外拖一萬步來講好了 就算是底層架構的問題 很多廠商為了改善用戶體驗提升品質 也不會選擇官服然後另外重開吧 尤其你又不是什麼買斷之遊戲 而是短長線經營遊戲 逐步把遊戲版本調整好 就是你該做的啊 作為一個新版本 把用戶數據倒過去 我完全不覺得這是個多難的事情 不然你看到哪款遊戲 或者APP大改版以後 會讓用戶資料洗白重新再來一次的 後面又說到啊 前陣的廠商開發團隊 積極改善遊戲問題 等等等等等等 我們真的錯了 請再給我們一次機會 這個真的太有趣了 你要不要回頭去看看 你們當時開服前的內設狀況 啊都刪掉了那沒事 真的有誠意的話 在當時就會選擇去改善 而不是急著推出來賣情懷割韭菜 或者你要不要考慮公測前 再開一次穩定的內設版本 真的好好聽取玩家的建議來改善 以表誠意呢 而不是只想選那些垃圾廠商 靠逾越充量累積一波韭菜來嘎 這邊再重新整理一下時間線啊 遊戲於去年的5月19號到20號 開過一次慘不忍睹的內設 而幾天後的5月26號正式開服 然後其中有各種狀況 一直沒有改善 直到今年的6月29號正式關服 那有意思的是啊 他們今年5月11號正式推出了另一款海外版 以畫面來看跟當時的版本是有些不同的 是不是所謂的新底層架構 或者只是調整UI 這點我不確定 但我可以確定的是 跟本次的希望M 念念不忘 是同一個版本 這個你拿遊戲預覽介面比一下就知道了 那順著這個邏輯走下去啊 官方都知道原本的版本會讓玩家體驗不好 更新上也有困難 卻在已知有另一個版本的情況下 不選擇用戶數據轉移 而是直接關掉 搭配這個儲值100%返還活動 真的很有入版遊戲他們做刪測的那個味道啊 所以是把當時的台灣玩家當作數據資料來收集 邀請來參加一個付費的大型內側 然後收割完以後就拍拍屁股走人 發現海遊版的營收又開始下滑以後 於是學那些換皮遊戲 轉身換名再吃一次窩鞭炒 可別說什麼兩個版本的開發時間不同的屁話 反而外版是從去年12月就開始娛樂宣傳 4月就宣布5月月開服 不是早於當時宣布台服會關閉的時間 所以一定有足夠的彈性空間 安排台服過渡到這個版本 反而話說到這裡 究竟廠商是抱著什麼心態 對什麼念念不忘 我也不想再多說什麼 不然我怕什麼情懷粉又要來護 你想被割就去 反正我只是吃瓜看到什麼收官服 然後廠商又有什麼依依不捨的說法 然後前幾天網易有更布一款新遊戲 代號無限大 發布了一些情報內容 是由王毅雷火旗下工作室所開發 暫定為都市風的開放世界加動作遊戲 有點類似於二次元版的GTA吧 但依照我對王毅那個主觀的刻板印象 這些PV畫面 直到遊戲安裝玩到前都不可信 所以觀望就好 還不如轉頭期待 明朝 酷弱最近又放出新的PV出來娛樂一下 能不能浴火重生就看下一策了 依照一些小道情報 大概今年是有望推出啦 假設這遊戲到時候出了 品質也還不錯 那我大概率就會徹底放棄玩戰雙了 畢竟能快樂跑圖的體驗還是比較舒服的 只要這遊戲到時候不會自己做死的話 那日本方面的話 第一次戰鬥不一年始 8月24號要正式推出了 雖然我不是這個IP的始終粉 不過看遊戲動畫演出還是挺有誠意的 希望實際上架不會過負粉絲的期待吧 同樣是這個月28號即將推出的戰棋遊戲 而遊戲比較奇妙的是 它起盤上的人物是像素風格 轉場近戰鬥則是正常比例的3D建模 是有點神秘的組合啊 因為你既然都做出了3D建模了 遊戲中也有些場景可以走來走去 那劇情演出上也會用到 結果為何反倒戰棋上不會拿來用呢 不過目前遊戲看起來是跟偏向劇情為主啦 如果到時候我沒忘記的話 再上去玩幾把體驗看看 然後另一款是台服跟韓服 都輪番上架過的馬賽克英雄 目前也在日本漁業中了 不過這款也沒算好說的 單純就是一波流的遊戲 所以我們來看看韓國近期手遊市場的狀況好了 那CacaoGames的新作品 阿瑞斯守望者崛起 上個月25號正式開服了 目前排到營收榜的前五名了 那順帶一提 Netmarble的那款繩子塔 排名也緊跟其後 而看遊戲的光影表現 應該是使用虛幻引擎開發的 雖然我不太玩這類M&O 但人家好歹是真的有機甲啊 不像某些遊戲 整天廣告都說什麼送機甲關公旅布 只有打開來啥雞毛都沒有就算了 畫面還是個遠古時期時代 不然就找一堆人演出什麼火爆韓國 然後下去領古板 現在那些人跟遊戲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感覺這款遊戲之後又會被那些垃圾代理 當廣告素材用啊 再來就是幾款台灣上架過 近期有開始轉戰韓服 那些令人難以言喻的遊戲 第一款是我無法理解的清化物語 在6月7號推出 也不知道是吃了什麼藥 那個下載榜突然衝上來 但這遊戲 八字是真的跟韓國人不合啊 廠商還是趁早放棄吧 再來是399的英雄你好狗 上個月28號開服 成績表現不意外的還不錯 下個月的月報可以看看會不會上吧 而這款也在這個月的18號開了日服 但反倒卻不太樂觀 再來一哭二鬧山上優雅代言的 那款重新上架的舊遊戲 SS光之變年始 由露珠遊戲代理的韓服 在這個月的10號也上架了 突然想到台服那個已經快死透的魔晶物語 轉頭到日服反倒活著有聲有色 這款不意外的話 應該也會去日本登錄一下 這樣一輪看下來 這個暑假都已經快過去了 卻沒太多值得議題了 實在不免令人唏嘘啊 那最後講一下 台版的女神一文錄 夜幕媚影 明天準備開始內撤了 等完整體驗以後 可能再出個評測吧 就看到時候是會捧高原作 還是拖後腿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迷得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吧 感谢观看